卫龄取消了延续百年的灵异 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显为人知的机密 探索发现即将播出 第零第八集 汉原地卫龄 公元前一千零四十六年 污王激发在此建立李州强邦 公元前二百二十一年 始皇嬴政在此统一中华大地 公元前二百零二年 高祖刘邦再次创建大汉王朝 公元五百八十一年 文帝阳间再次打造强随帝国 公元六百一十八年 高祖李渊再次开创圣唐版图 再次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再次形成伟大之城 十三古都遗迹 辉煌已存记忆 历时春秋更替 千年后人永迹 一座座城池轰然倒塌 一座座宫却相近凋零 一座座地灵依然耸立 一座座宫碑清晰可济 王朝传承 华夏古都 昔日辉煌 今日奉献 西汉地灵 在陕西省咸阳市周灵镇新庄村东南方向 处理着一座高大的西汉地灵 今天 这座陵墓的风土顶部 已经塌陷 不复当年的花彩 这座地灵的主人 曾被父亲预言 将会断送汉家设计 他究竟遇到了怎样难解的症结 历史永远令人着迷 更令人惊讶的是 这座地灵附近 竟找不到任何灵异存在过的痕迹 汉高祖刘邦 煞费苦心经营的灵异制度 为什么在一百多年后 却被废止了呢 让我们拨开迷雾 还原这座地灵的本来面目 还原那段纷扰 颓唐的历史 公元前四十九年 汉宣帝流巡驾崩 西汉王朝迎来第八位皇帝 刘世 早在做太子时 刘世便清新于儒教 如今他终于有机会 实践自己的政治理想 在刘世看来 大汉王朝在儒政的教化下 必将开启一个崭新的时代 然而谁会想到 随着汉宣帝一同远去的 竟然是属于整个西汉王朝的 黄金时代 宣帝宣帝 宣帝大姓新军即位 刘世端坐在卫阳宫大殿之上 父亲和母亲的形象 长久的在宣帝宫中 长久的在他脑海中回荡 曾向父亲敬言 建议多用儒生 却遭到斥责 汉宣帝对太子说 汉朝的制度本就是霸道与王道并用 怎可只用儒教 庸俗的儒生不明时事 又怎能为以重任 对太子忧心忡忡的汉宣帝 甚至发出了这样的感慨 乱我家者 太子也 霸王道杂志 代表了自汉武帝以来的 西汉基本国策 霸道就是用法家手段 匡政国家 约束臣民 而王道则是以儒家理念 推行德政 教化天下 在武 昭 宣 三朝的近百年时间里 以霸道为主 王道为府的政策 行之有效 塑造了汉武盛世 和昭宣中兴 两段黄金时代 汉武帝时期 董仲书提出 霸处百家 表彰六经 六经指的是 识 书 礼 义 日 春秋 六部儒家经典 在历史上 武帝时期 并没有真正提出 独尊儒术 但儒学的地位 确实得到了提高 至宣帝朝 儒家思想 已经成为霸道的 有效补充 和辅助力量 事实上 汉宣帝眼中的儒学 并非一无是处 儒家思想 有着丰富的 违政理念 能为国家发展 提供理论支持 其所倡导的 大一统观念 更是国家繁荣稳定 和长治久安的基石 可见 汉宣帝看重的 是那些胸怀天下 心系国家的 真正大辱 于是 指定名辱 萧旺之和周刊 担任太子的老师 萧旺之与周刊 主要为刘氏 教授精学 精学 原本是阐释 各家学说 要义的学问 汉武帝之后 逐渐特制 研究儒学经典的学问 因此 刘氏的精学修为 在整个汉代帝王中 首屈一指 然而 汉宣帝 担心刘氏 过于痴迷如雪 将来执政 有时偏颇 便在临终前 指定了三位辅政大臣 除了萧旺之和周刊 还有一位 勒林侯 史高 史高 是宣帝祖母 史良帝的侄孙 深受宣帝信任 手握决策大权 可以平衡如生势力 然而 萧旺之和周刊 很快引进 经学家 刘相 以及 儒生出身的 世中 经常 共参朝政 史高 渐渐被刘氏 所疏远 刘氏登基之后 中国历史 进入了 儒学治国的时代 儒家学说认为 只要臣民 能够以君主 作为道德开末 就可以实现 天下大智的理想 然而 君主的德行 靠什么去约束 和监督呢 只能寄希望于 对君主的教育 来达到 王道政治的理想 刘氏即位当年 孔子的第十三十孙 孔霸尚书 请求祭祀孔子 刘氏下诏 以皇帝的名义 奉祀孔子 赐绝孔霸 关内后 赠十亿八百户 封包成君 后来 孔霸去世 刘氏 着束缚 调祭 赐给密器前伯 以猎猴之力安葬 十号 猎君 刘氏向天下 表明了自己 一心向儒的决心 朝廷上下 弥漫着浓郁的儒缝 上至宫卿王爵 下至周牧俊首 都以经学为本 代代相传 乃至称为家业 对封建帝王 至关重要的地灵 也被烙上了儒学烙印 最为显著的一点就是 刘氏的魏陵 是汉朝第一个 废至灵异的地灵 这与建行儒正 有何关系呢 魏陵 是汉原帝刘氏 与其皇后王室的 合葬陵园 陵区面积 约四平方公里 以探明的陵园 有四座 建筑遗址 六处 丛葬坑二十六座 陪葬墓八十余座 汉原帝陵园 位于魏陵陵园 西南部 呈正方形 边长四百一十五米 副陡形风土 位于陵园正中 底边长一百六十八米 顶边长四十米 高约二十九米 墓葬形质为四处墓道的亚字形 其中东墓道最长 勘探长度二十六米 宽七至十七米 深十五至二十六米 在地陵园园内 发现丛葬坑八座 均分布于木道 与门阙中轴线两侧 其中 风土东侧 北侧 各有两座 风土南侧三座 西侧一座 丛葬坑为数学坑道形式 坑长五至七十一米 大多宽约五米 距地表深约十五米 坑体深三至七米 坑内包含物为 板灰 红烧土 木炭 漆皮等 与前几代地陵相比 魏灵随葬器物 并不丰富 灵源的格局 也显得略小 考古学家 在魏灵 及其灵源周围 反复探查 都没有发现 任何灵异的痕迹 从刘邦的长灵开始 西汉地陵 一直设有灵异 兼具维护中央集权 和防御北方威胁的 双重任务 是汉朝 让外 安内的国本 刘氏 何以敢于取消灵异呢 公元前四十年 即位八年的刘氏 筹建寿令 同时 发布了一道诏令 大意识说 根据儒家经典 诗经的精神 迁移人口 充实灵异的制度 使东部地区 虚耗费用 百姓破土离家 非长久之际 因此 魏领 不赦灵异 以便天下臣民 安土乐业 这一道诏书 获得了儒生们的一致认可 然而 仅仅仅 仅仅因为诗经中的几句诗文 刘氏 就敢于改变 研习了一百多年的 皇家丧葬制度吗 事实上 刘氏甚至在 如臣的建议下 下诏霸气 在各郡国 为高 文 武 三地设置的宗庙 拉开了西汉后期 宗庙理治改革的 许牧 然而 事情绝非这样简单 灵异是长安城周边的 繁华富庶地区 迁徙而来的人 往往能够获得 更好的生活水平 而且 灵异之中 多名流 人们往往以家住灵异为好 那么 刘氏废致灵异的 真正原因 到底是什么 无论是迁徙人口 充实灵异 还是在各地郡国的 帝王宗庙 举行祭祀 都是耗资巨大的活动 在西汉前期和中期 国家有足够的财力 来支持这样的活动 然而 到了刘氏时期 汉朝开始显露疲态 传统诸侯国也渐趋衰弱 带之而起的 是通过土地兼并产生的 豪强地主 这些新兴的地方豪强 有着自己的经济 政治利益 皇帝 皇帝也无法强令他们迁徙人口 于是 刘氏的政策只能内索 不得不废置灵异 霸气宗庙 但是 来自北方的威胁 怎么办 汉高祖刘邦 设置灵异的一个重要目的 是为了防范匈奴的侵扰 此时的匈奴统治集团 内部争权夺势 最后形成 忽汉爷蝉与智之蝉与的对立 忽汉爷蝉与降汉之后 智之蝉与向西域发展 成为唯一威胁汉朝的 匈奴势力 公元前三十六年 时任西域都护府校尉的 甘岩寿 与副校尉陈汤出骑兵 攻击智之蝉与 大获全胜 公元前三十三年 忽汉爷蝉与表示 愿意与汉朝修好 取汉女为胭脂 也就是匈奴的王后 刘氏也想巩固 汉兄之间的友好关系 但让谁出嫁呢 一位名叫王强的宫女 民间传说 西汉宫廷玄秀时 要将带选女子 绘制成土 供皇帝御览 为使自己的肖像 更加美丽 嘉丽门都会贿赂画室 王昭君 为人秉政 不屑于此 于是被画师 毛岩寿 曹操绘制 过而 没有受到皇帝的青睐 其实 西汉并无这样的制度 真相 可能很简单 王昭君入宫时 刘氏已经年过四十 后宫家力 本就众多 心尽的美人 无暇顾忌 也在情理之中 因此 就在汉廷上下 苦于没有公主和亲的烦恼之事 王昭君意识到 自己的机会 来了 王昭君 做出了人生中 最重大的抉择 主动请行 远嫁匈奴 这一抉择 让丽氏 记住了这名柔弱女子 在送婚仪式上 刘氏第一次注意到了王昭君 此时的王昭君 光彩照人 故盼生辉 刘氏 刘氏不禁大为悔恨 却只能让他随呼喊也 出赛而去 成就了一段 快智人口的典故 昭君出赛之后 汉兄友好 更为巩固 灵异的战略地位 不再凸显 刘氏得以放心的 气质灵异 西北边疆的和平宁静 使汉民族 与西域各少数民族的交往 畅通无碍 然而 虽然交往频繁 王朝的问题 却开始显现 土地兼并加剧 农民流离失所 新兴的地方豪强 依托于土地 不遵号令 与中央政府相抗 在这样的形势下 霸道与王道 谁更有效呢 在面对王朝晚期的选择性难题时 刘氏做出了推行儒正的抉择 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使帝国免于即刻崩溃 这是刘氏值得肯定的一面 但是刘氏真的是一位纯任德教的儒生皇帝吗 他与儒生的关系真的像表面上那样和谐吗 其实刘氏真正信任的并非儒生 而是宦官 他的逻辑很简单 宦官在外没有自己的家族 在内被士大夫唾弃 无法结党英私 只能忠心耿耿地服务皇帝 因此刘氏表面上对如臣恭敬有加 实际上却将权力交给了以洪宫和石贤为首的宦官集团 开启了汉代宦官善政的先河 肖旺之对天子宠信宦官十分不满 但刘氏并不采纳老师的意见 最终刘氏被石贤等人的谗言所蒙蔽 将肖旺之下狱 然而肖旺之毕竟是帝师 当他的儿子来求情时 刘氏还是顾念施恩 下令释放肖旺之 然而石贤对刘氏说 陛下将老师下狱 天下人都认为柔人厚如的您 必定有充分的理由 现在若将他无罪释放 那不就等于承认您之前犯了错吗 肖旺之不但不会感激 还会心存愤恨 除非将他再次关进监狱 否则他是不会反省的 实险的花言巧语 说动了优柔寡断的刘氏 下诏将肖旺之再度受监 肖旺之眼看着学生被宦官操控 无奈之下 服读自尽 更可怕的是 越来越多的儒生被历禄所吸引 他们研习经书只是为了贪图路畏 施味素参 由于刘氏一味强调已经取适 甚至一些书呆子也被选进政府机构 大行其道 这种局面对国家和社会影响恶劣 而此时的刘氏将权力交给宦官集团 过起了悠闲的生活 在西汉诸地中 刘氏可能是最具文艺色彩的 据说他写的一首好传书 弹琴骨色 变音邪律等技艺 也令人叹为观止 不过刘氏的身体始终不是很好 据史料记载 他在三十多岁时 竟然发尺脱落 老太隆中 这样一位病弱的皇帝 能为国家带来什么呢 刘氏沉浸在 儒生与宦官位置营造的 天下无事的幻境中 雄心壮志消失殆尽 兴趣转向后宫 西汉朝廷音盛扬衰 更致命的是 刘氏的一次选择 甚至间接地造成了西汉王朝的灭亡 这是一次什么样的选择呢 卫陵地灵灵园的西北方 380米处 有一座灵园 边长约377米 远墙宽4.5米 残高2.5至3.8米 四墙正中各批一门 有门阙建筑 灵园中心的风土呈腹斗性 底边长约80米 顶边长约33米 现存高度17.5米 墓葬形致呈现亚字性 四周的墙园均于中央 辟有大门 门外 立有双雀 这是刘氏的皇后 王正军的后领 就是这位皇后 间接影响了西汉 最后的历史 事情要从刘氏 还在做太子时说起 23岁时 刘氏最喜爱的司马良帝病逝 对他造成了沉重的精神打击 良帝是古时候 对太子窃室的称号 司马良帝临死之前 更页着对刘氏说 自己是被得不到太子宠爱的姬妾 诅咒致死 刘氏对司马良帝的话 十分笃信 将所有的妻妾都拒之门外 为了使儿子重新振作 汉轩帝让皇后挑选五位宫女 给太子送去 以欢愉太子之心 刘氏哪有心思挑选美女 将手随意一挥 说道 这个大概还算可以吧 五名宫女中 有一位名叫王正军的姑娘 距离太子最近 皇后大戏 将王正军送入太子宫中 第二年 第二年 王正军生下了嫡皇孙 汉轩帝为其取名为刘奥 奥是一种千里马 可见老皇帝对皇孙寄予厚望 这位刘奥就是后来的汉城帝 刘氏即位后 王正军成为皇后 其家族迅速飞腾 不久 王氏外戏将会出现一位颇具争议的人物 亲手结束西汉 二百一十年的统治 他就是王正军的侄子 王莽 这位日后权倾天下 改朝换代的人 不仅颠覆了刘汉皇室 在魏陵的陵园中 竟也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他究竟对魏陵做了什么 在魏陵地陵陵园东北 约三百五十米处 有一座残破的陵种 地边东西约一百五十米 南北约一百米 残高两米 被当地人称为塌塌种 这原本也是一座后领 难道刘氏曾有两个皇后吗 据考证 这座后领是校园父皇后合葬领 这位父皇后本是昭仪 是刘氏十分宠爱的妃子 其子定陶王刘康 虽未继承皇位 却是汉埃帝的父亲 汉埃帝继位后 傅昭仪被尊为公皇太后 一年后改称帝太太后 最后又改称皇太太后 去世后与刘氏合葬卫领 称为校园父皇后 家族风头一时盖过王家 然而 傅氏寺后 汉埃帝也随之驾崩 失去保护的傅家 被重新崛起的王室外妻打压 最终夺揽大权的王莽 追贬富士为定陶公王墓 取夺了他的汉原帝皇后封号 还命人挖开富士的陵墓 取走太后喜寿 并将封土移平 因此今天所见的富士陵墓 仅为残祭 两座皇后陵墓 令魏领在西汉帝陵中 独一无二 除此之外 魏领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陪葬墓 隐藏着流逝更多的秘密 这些陵种 有序地排列于 魏领陵园东北方五百米处 东西四行 每行七座 共二十八座 当地百姓称之为 二十八秀墓 咸阳县制 则称之为西飞墓 这片陪葬墓群所埋葬的 应是刘氏的嫔妃 从魏领开始 西汉地陵陵园中 有了规划一致的 飞子陵园 这似乎是一种讽刺 当国事开始衰败 妻妾们便成为了皇帝的生活重心 除了这些妃子墓 魏领著名的陪葬墓便不多了 历代西汉帝王都拥有庞大 辉煌的陪葬墓系统 他们主要属于皇帝的各级夫人 诸侯王 列侯 大臣等 然而 刘氏推崇的儒学强调三纲五常等伦理思想 家族墓地逐渐兴起 世家大祖不再对陪葬地灵感到特别的荣耀 皇权的衰落 也令朝廷无力召唤大祖为地灵陪葬 魏领的从葬坑也不负往日之胜 许多陪葬器物都遭到了限制 大有日渐威莫之势 因此 魏领也成为从葬坑制度 由盛转衰的转折点 与衰落的地灵一样 刘氏的生命力也在年复一年的走向下坡 公元前33年 刘氏在魏阳宫驾崩 中年仅42岁 世号校园皇帝葬于魏领 史学家往往用柔仁浩如形容刘氏 他不仅改变了西汉的政治面貌 更改变了中国的政治面貌 正是从他开始 儒家学说成为了每一个封建王朝 统治方法的核心理念 这样的皇帝 难道不该是一位能力超群的圣明天子吗 然而 历史往往令人唏嘘不已 刘氏既没有吞添土地的豪迈之气 也缺乏强悍有效的政治手段 他过于笃信儒家政治理念 在理想和现实之间失去了平衡 再加上他亲小人而远闲尘 最终导致大权旁落 为国家埋下了祸患 刘氏走得匆忙而困惑 为什么人人爱民的国策 不能令百姓安居乐业 不能让官员客气奉公 不能使国家重回巅峰 刘氏只能将希望寄托在自己的太子刘奥身上 刘奥 这一批寄托着汉宣帝和汉原帝 两代帝王厚望的千里马 又能为这个国家带来什么呢 大汉王朝来到了悬崖边上 他将怎样步入属于自己的宿命深渊呢 帝国的斜阳逐渐西沉 黑夜即将来临 往事今生沉飞扬 往事今生沉飞扬 你我像个黄土渐 往事的视线感叹 飞火飞雪 飞舞飞烟 六寸世间千百年 不深不明 不时不轻 不时不轻 心无卦念 惊心念 惊心念 快一点 去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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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碰 来年 到 去年